目前这个石盘呢 我看你管这个叫脱口栈 对我后改的 脱口栈脱口栈 这个就像周立波说的海派清口一样嘛 就自己发明 但是它这个底呢 是来自河北的莲花落 又经过东北民间长时间的洗礼 这里头还有块板的一些东西 块板我们管这种形式叫点鼠 什么叫点鼠呢 就现场啊 您点什么我唱什么 然后我自己呢编着哲乐 你要如果说这不知道呢 我再跟你说一个人叫张帝 极致歌王张帝 张帝就是你不管说什么 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用几个固定的旋律 或者你点一个旋律 然后我把词编出来 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张帝没有今天 咱们这位老兄能能大 张帝一辈子就会一个折 一七折到底 真美丽了不起 在一起 这不记来一句 是好的是坏的 他找这个B这一的折 他只会唱一个一七折 但这老兄刚才我听了 基本十三道大折 除了两道小折没唱 剩下他基本给唱全了 而且他这个不容易在哪呢 他不是一个折到底 当然这个呢 有容易的地方 又有难的地方 他不一个折到底 你仔细听啊 他基本的格式是四句一换折 你唱四句换一歌 唱四句换一句折 我们有句话笑话这样的 就好好说别串折 谁要串折谁缺德 你要去唱的缺德 就这样 这才第一个 我说他比较有特点 可能您听了之后呢 耳目一新 但是这个东西不完全是新的 它是很多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吉他城 您如果听了他这感兴趣 您再找了他几个源头 可能您对中国的传统说口文化 就会有一种耳目一新的体会 这我说的第一个说的好的地方 第二个呢他嘴里头干净 你看这么长时间 有人说他中间也打呗了 说找个媳妇潘金梁 不洋育环 这您不懂 这个行话馆叫吃了吐 他把这种手法 是一种调侃幽默的一种方法 这么长时间呢 我听了他大概有20分钟吧 刚才在那个外边拿手机听 没有哪个地方呢 滚缸啊 齿音字啊 或者不清楚啊 什么叫滚缸啊 滚缸就说错了 一个字倒两遍倒三遍 这叫滚缸 肝口就是这是我们的行话啊 就说听他说呢 嘴里非常干净 我们叫掰瓜漏子送音入耳 就你把这瓜掰开 你看这子一个个在那 每个字音呢 都清晰的进到你耳朵里头 没有些乱七八糟的 这他嘴里干净 还有一个呢 他嘴里边有翘口 这就说明他以前练过的基本功 什么叫翘口呢 您刚才打的多了 我再举个例子吧 比方说我们听这个快板 爱听文爱听舞爱听钟来爱听监 爱听文唱的本事包公安 爱听舞咱们唱凉山 这是说 要唱得咋唱呢 爱听文爱听舞爱听钟来爱听监 爱听文唱的本事办了本的包公安 办了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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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公安 爱听舞咱们唱凉山 四说掌声 说招牌好比龙溪水 兰桂好比紫金台 真正唱怎么唱 招牌后面那个龙溪水 这个兰的桂好比紫金台 这个兰的桂的 这个叫翘口 就是他这嘴里头是带翘口的 说明这是平常练过有功夫的 而且你看一气下来呢 他平常肯定做了扎实的准备 现场才能抓词就有 而这些东西呢 虽然他是烫着呢 但你这么多的烫子凑在一块 而且你不间断的根据现场提问的情况 能够达出来 这个没有功夫是下不来的 他几个大的来源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首先一个各位可能对这个东北的小品比较熟悉 比方说当年那个本山老师的小品 您可能没听过呢 八十年代呀 本山老师刚出名的时候 他和潘长江啊 包括黄红宋丹丹 他们录过一些磁带 这个磁带里边大量的采用 刚才他这种识法 这个呢在小品舞台上管的叫四六八劲 你听本山老师那个是 虾门楚上南极根本就找不着北 脑血栓练下岔根本就劈不开腿 你让大马猴穿旗袍咋都看不出美 你叫潘长江去门郑海峡那也勾不着嘴 这就是四六八劲 当年这个东北的时代里头这种东西非常多 你比方说他这里边形容说你这个说我干什么活呢 挣钱呢 说我这是闲条大茶粥抽贴算贯带真几 只要盈利把钱搂平我都收 这种行比方说吃他刚才说了半天吃这个 叫猪的心牛的肺撇了嘎的葫芦背大烧肉往里堆干扎丸的粉外脆 说人情世故这个谁得理谁得飞谁的黑锅谁得背的谁占便宜谁吃鬼 三国有个猛杖飞当阳桥上抖身为这就是这个是神调里的说口 你像我对这个东西为什么关注比较多呢 就是在这个东北民间包括是北方大地上很多的穷人呢 他为了能吃上一口饭他大量用这种方式来吸引路人 我们航话管的叫圆年子圆年子这个过程呢 如果你的说口抓不住人人家走了你向谁要钱挣谁的钱呢 我以前在节目里给大家说个例子 就是我在有一年哈尔滨到牡丹江的火车上 那是火车上有要饭的怎么要呢 他其实是不是残疾人咱这另说啊 他推个小咕咧是不是残疾人咱不知道 就你在这个北京的哪地铁经常看着那个推着咕咧 是残疾人这时候捂着嘴有时候还戴眼镜 一场无情的大火摧毁了我的家园就干这个 我当天听的什么呢 就是就是要饭人家过去这个技术含量 也比现在你看到地铁上的高 我看那火车上怎么要呢 过来手捧咕咧在家园 一心访友在外边 朋友见了朋友面拨开云雾见青天 一不偷二不抢 不反对人民不反对党 一不偷二不摸 我兜里没钱上火车 民政带司法铁路管班啦 黑香灶白香灶 别把社会搞烂套 想要饭就得哪点灶 我说各位叔叔大爷 你赏我个毛八七儿 撒不了腰 差不了气 挣不了房子 卖不了地儿 也不打工年轻人说媳妇 就当您到动物园看个高级动物 就我认为您买张门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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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火车上 这是火车上要饭的 你走到大街上 干小马不的 他没这口卖出东西 我就随便在这个天津大街上 就见着一位呢 卖那个小土豆的刀 你看人怎么使劲 南来的北往的江湖村赫港的 走大街的逛市场 牵不捞叫不痒的 各位您看好 松花江水翻不浪 没钱我这土豆刀玩出心花样 这个东西不是高科技玩点脑平不长长整不好 也不是考清华考北大三年五年拿不下 也不是买飞机买火箭 还得商报国务院 横着翻树着斗 土豆片骗成我 老太子高手九十九 没见过土豆片骗成我 这个东西是过上油挂上浆 扔到嘴里干干香 要多香有多香 一直香到党中央 香到中央 香到中央还不算再香就进国务院了 就是这种东西它来自民间 就是你没有这方面的养分挤养到自己身上 你很难把这东西现场就转化出来 所以刚才我看这位老兄呢 业务非常熟练 很明显的也是在这个领域呢 情耕苦读了都有多少年 我不知道你艺名叫啥 我刚才给你刷两年度包 就叫年度包 是吧 你别说这个脑型长得像年度包 咱俩搁一块这样年度包配切狗 所以您各位要是有功 我们今后呢可能这位这个年熊啊 年度包人熊可能会长期的在这个国华的快手号里边 靠谱哥的快手号里头 就算安营扎寨了 可能和大家会有更多的交流 他今后可能会玩出很多新花样 比方说啊 他可以给您做点定制 说您明天呢 就要参加好朋友儿子结婚 你想那现场露一手 好你把这个结婚这位新郎新娘的名字 你可以发给他 他就给你编一套刚才他这一趟呢 也就是个十句二十句 保准让你好记 不能像他这汤汤你记不过来 还比方说你这个年会了 公司领导说你得表演个节目的没啥啊 你说唱嗓子不行 跳舞身段不行 咋办 使段小说口 把你单位几个好同事名字编到里面 开个玩笑过年过节误伤大雅 你把这个资料发给他 他给你编一下了现场 然后你这个 第二天你说这一开会儿你上台 他一说这小子真有才 领导看你没准这一年奖金的壮大 可能就都来了 这就是我们说呢 好人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 这个东西就有说嘴上的这种功夫使出来 会使你生活当中好多的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您刚才可能刚看这个国华这直播 一看靠谱哥上来说两句 怎么看你不爱看你 谁说不爱看 谁说不爱看 大背头 大背头戴眼镜 一看这个墨镜 你们看他皮鞋西装穿的 还是八十年代墨周人发呢 咋办呢 太老道了这东西 说像个这样影响很大 所以你看这今天年度包来了 你觉得耳末一心好 今后咱们就多玩出点花样来 我有空没空呢 到高华这也跟大伙得不几句 当然我说的呢 跟年度包老兄这东西不一样 没他这么熟练 我也得是有这个过程 像这个各路民间艺人学习 来丰富我自己的这些节目 像这老梁拜师的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今后大家玩起来 以后这个靠谱哥这直播间呢 也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那一整 就什么什么什么一天喇召鸡 什么美不美什么看大厨 你看他的口特别单调 最多就是五六趟 你教他他学不会 所以你看他的东西比较多 今后咱们玩起来 可能还有其他的各路艺人呢 呃就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润呢 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一些精神内涵的东西 都能带到直播间来 大家听完之后呢多多少少呢 就说你除了听个乐 你还能学到点东西 而这个东西 我说你在生活当中 去酒桌上端起飞来 你都能指的右手端飞 以此类推啊 早上喝酒应召羊 中午喝酒喜羊羊 晚上喝酒暖羊羊 喝死咋也比枪比枪 你喝点这个 马上酒桌这气氛一下就热闹起来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 中国语言的不大精神 十口的魅力 所以说这个年度包老兄啊 进驻靠谱哥的直播间 希望大家多捧场 今后的交流 就不是说单向交流说不是简单 您给刷个礼物刷火箭 就那么简单 你刷点啥 你还得从这支部间拿走点啥 我说拿点什么 很可能拿走点说口 你在人前往后说出那么两句的 大家说你这小子有才 他也不知道你跟哪拿的 那东西在那放 谁知道你跟哪 不是你跟哪拿的 拿过去之后 他就变成你的 就看完了你不白看 有的人说 我都问过说这个 很多平台播我的节目说 你这些人听老梁什么 说都这么爱学习吗 不是 他有的听班 我第二天九桌 马上他就驶出来 我说人家说说的好 他成他自己的 说的不好 老梁说的不是我说的 所以说这东西看直播间的直播 你得琢磨长点能的 没那么累 轻轻松松松搞个笑 你听着很好玩 这时候你把这能力涨上来了 你说这多好一件事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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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